大家好 1月21日 星期六凌晨 今天是年三十晚 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裁員廣盡 一定要先說 待會先說我們的封面 我們的封面 弘揚我們祖國的精神 剛剛我看習主席發的新年賀慈 他說過去幾年 即使是疫情之中 這個國家 香港和澳門 都是保持繁榮穩定 中國共產黨是不會輸的 他不會輸的 最多是沒有飯吃 沒有飯吃和輸是兩件事 你千萬不要搞錯 就像周星馳所說 七孔流血就還七孔流血 死就還死兩件事 簡單說一句 窮還窮 沒有錢還沒有錢 但國家繁榮穩定 就是繁榮穩定 都可以的 都可以說得到 其實我有時覺得 好像他跟自己多說 跟別人說 別人聽那個又未必聽 很多時候 在吃飯的時候聽 在吃飯的時候看 電視飯那些 很厲害 然後繼續吃飯 其實挺好笑的 大家就當 多謝習主席新年功賀 今天恒指收了市 升二百多 上升二萬二 升三百九十三點 成交九百五十億 我們已經說得太多了 這些我們就不說了 美股正在跌 因為憂慮二月份 可能會再加息 看一看 如果他加 這個 consensus 就是加半厘 如果他加四分一 就升 如果加四分三 就跌 所以未必 如果美股再加息 會有一段 資金流動潮 所以大家不要這麼樂觀 鑽石狗 港股也有 美股也有 跌到 跌到132% 非常奇怪 美銀差不多沒有動 只是跌了百分之一 可能科技股 我們買了幾隻 已經是沒得再跌了 是的 跌到很底 所以 美銀差不多沒有動 兩天跌那麼多 我們只是跌了1% 好 這就是我們的封面 習主席說 近三年的防疫政策 完全正確 曙光就在前面 為什麼說完全正確呢 他沒有說 習主席變了電視 現在中國也沒有疫情 為什麼還要視像呢 說就沒有 習主席已經接近70歲的人 你中的招不是野小 對嗎 所以就只剩下電視 向這班醫護 你看看不像林鄭 要對著疫苗唱國歌 現在中國的就是 就是這樣 現在那些款式是這樣的 他就說 這三年內 我們不斷抗疫 最尾那段時間 他沒有再提到動態清零 那怎麼辦呢 我就拖死病毒 現在病毒便死了 是不是 那便搞定 就是這麼簡單 真的 原來的策略是這樣的 那策略成不成功 成功 成功的 但是呢 就手術成功 就是病人死了 就是這樣 故意提醒大家 今年的套年 就要在立春才是套年 2月4日 如果準確我在網上看 就是2月4日 早上的10點42分 多少秒 我忘記了 才是套年 即是說 現在 2月4日 10點42分 早上 早上10點42分之前 都仍是苦年 即是現在仍是苦年 要去到2月4日立春 才是這個套年 大家要記住 曉光就在前面 另外當然要強勁 就是藥物方面 一定要配合 《人民日報》 官媒《人民日報》 引述上海專家說 中藥這款化濕敗毒火粒 跟輝瑞Pax Wallet的療效 是差不多的 但價錢是280元 大人小孩都比起 輝瑞要2千多元 我記得好像 1890元 應該沒有 不是十分一 我記得是1890元 輝瑞的美國藥物效 我記得以前 不是有一隻化骨散嗎 神龍記裡 不是有一隻化骨散嗎 給拜登一吃 便變成一堆粉 便完成了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吃 大家試一下 如果大家有吃過 這隻化濕敗毒火粒 可以給讀者一些 當然 同一時間 國家終於研製到 這個MRNA 國藥O仔變異株 新冠MRNA疫苗 研究成功 之後 中國藥監局 批准了 做這個臨床試驗 可惜怎樣呢 可惜疫情已經結束了 我估計是 這些可能是裝飾用的 我估計是 這個我已經猜到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我們媒報道 大量的市民 晚上 都在這個風樹街 等做檢測 因為他們 今天 我前兩天不是說的 今天 年二十九要上 一定是 這些時間 這個就是在年二十九 星期五 小記在洛馬州 這個關口裡拍的 十二點的時候拍的 它裡面有個時間 十二點 你看到人頭湧湧 但是人頭湧湧 就是 翻上去 翻上去 大量的港票 翻上去過年 你看到下面說 即是起飛前三個半小時 還在洛馬州的港鐵集口 就是有些是 翻上去過了深圳 然後坐飛機 然後就回到吉林 長春 那裡 他可能趕不到 應該有機會趕不到 就想著在黃江口岸過 我覺得他有機會錯過了 如果這樣 所以問題就是 為什麼會 在前兩天 大量的 其實現在看上去是港票 大量都是 因為香港市民沒什麼所謂 為什麼 沒有關係 如果上去玩的 年二十九 不可以就年三十 年三十不可以就年三十 年初一 因為上去很快 排隊只能排幾個小時 最多讓你排幾個小時 過年大家都預料了 最慘就是要趕飛機 訂了飛機 但我想提出的不是這個點 我想提出的就是 你看到這麼久 這麼久 大家都在洛馬洲關口 為什麼沒有拍有內地人下來香港 沒有 年二十九 已經 你沒有跟我說年初一才下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 基本上 他這次通關的計劃 就是你香港人上來 不是我讓內地人下來 下來的人 如果你看到這個陣容 下來的人 是少於上去的人 很多很多的 你看到這個陣容 其實是 我們在Patreon 內 都會說 過年後 1月30日起 香港取消隔離令 他說這些快測陽性 無需申報是多餘的 為什麼呢 你連那個平台都沒有了 報條毛嗎 是吧 我想報 行不行 沒有嘛 所以說這句是多餘的 你連新報平台都沒有了 去哪裏報 報夢給你知道嗎 沒有的 是吧 不需要再說一些 有症狀 無症狀 上不上學 上不上班 因為你取消隔離令 連申報都不用 就是他們自己搞的 對不對 簡單說一句 你發燒 有病症 那你上班完 你不上班 難道還問這個衛生署嗎 不會的 你們自己搞的 就是當雙風感冒而已 是吧 當然他可能是比較佳拉的 學生就不要回 其實沒有意義的 沒有意義的 因為你一般人上班 你上班 你惹到同事 同事回家惹到兒子 那就是一樣 是吧 所以沒有關係的 總之你取消了隔離令 連申報的平台都沒有了 基本上你就不需要他確診與不確診 有病徵與沒有病徵 提醫生與不提醫生 上班與不上班 你不用再理 因為你取消所有東西 是吧 那就是他自己搞的 你只是推薦是這樣 但你推薦也不用了 我覺得是 那就是當雙風感冒 因為他也說 當是上呼吸道 就是當雙風感冒 那你雙風感冒 就跟正常雙風感冒去搞 另外孫玉涵就說 1月30起 所有打工仔確診 如果你要拿病假 就要醫生子 申領病假 我在Patreon內會說 究竟你如果是COVID-19 現在醫生 夠不夠膽 開醫生子給你呢 開醫生子開多少天呢 之前是否好像開4-5天 即是COVID-19 他會不會最多是開一天半天給你呢 不奇怪的 之前那個免針子 7個醫生都拘捕了 突然間拘捕了 這些我們在Patreon內再說 但大家要小心 即是說 未必醫生會再開醫生子給你 你之前中了招 可能你是開4天 現在可能當你雙風感冒 因為你有發燒而開一天 如果你說明COVID-19 未必會開 因為怕被人刀灰 上一次免針子都是這樣被人刀灰 所以Patreon 我們會詳細說 香港說搞很多科技 你其實什麼都看不到 根本上 即現在是孫冬 之前那些什麼楊偉雄 是什麼都沒有 現在連安心出行都沒有了 免針子都沒有了 即是香港的創科基本上是零 但林鄭年代 林鄭親口說的 扔了1,500億港幣 什麼都看不到 好了 你看看別人的韓國 韓國有個元宇宙的平台 平台是3D立體的 其實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給公共行政和虛擬旅遊 報稅行政等 即是你說留不留呢 都不是很留 但是不是很有用呢 一般一般 但起碼連平台 即是元宇宙的平台 你可以帶那些穿戴式的東西 去用 去用手撥一下 拼一下 都可以 你看到香港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安心出行 追蹤功能都沒有 你都不知道 都給誰看 你真是個安心出行 我告訴你 你究竟現在都給 即是之前那麼久 究竟你都給誰看 你將免針子 都給誰看 對疫情有沒有幫助 我告訴你 後期的安心出行 根本上我相信 連人都沒有 又沒有追蹤功能 又不會 發送東西給你 那你用來做什麼 我拼你做什麼 好嗎 即是好像那些 我們掃垃圾 簡單說一句 喂 老闆來了 把垃圾掃在柱後面 在前面的人看到 靚仔 後面其實什麼都沒有 廢的 安心出行就是這樣 哇 每個人都吐 喂 後面 不是有整大堆人在搞數據 其實應該是沒有的 因為他沒有跟你互動 就好像以前那個聰明笨伯 你只是拍腰上面 以為坐車 其實實際上 就是他用著腳自己跑 就是這樣 你問問他 你問問他的國安心出行 究竟搞了什麼出來 其實沒有 什麼都沒有 最後 沒有追蹤功能 太多人報 你這麼多人報 哪裏可以記錄得切 這樣 後來直接 噢 噢 都不用噢 沒有了 噢 收拾兩個平台 就是這樣 好了 最少你看到這些數字 才叫做復常 日本去年12月的遊客同比 是增112倍 這些正常 為什麼呢 你跌到1% 你跌到1% 你升10倍 只剩10% 還差90% 你升100多倍 這樣就像樣了 這樣就差不多回復了 這個我相信他 其實 好了 我們說回 這個彭博 委託了龍逃國際在19日 即是前日 公佈最新調查 就說為什麼 中國已經開放了邊境 但是 大約有4成的中國旅客 今年不打算出遊 噢 原來大概有這些原因 他總共訪問 在49座城市 訪問了1058位中國民眾 大部分的原因 就是因為新冠疫情造成財務損失 即是沒有錢 第二就是健康的疑慮 怕還有疫情 第三就是申請不到文件 申請很麻煩 又不批 工作太忙 擔心外國人仇中 這一類這樣的原因 令到現在中國客人 不想再搭出門 一部分我覺得應該是對的 一部分應該是對的 他們也解釋了 為什麼這麼少人來香港 原因就是在這裡 其中一個就是 申請旅遊文件不方便 即是不簽 可能一件事 你進去問了一個小時 那我不如不要來 這麼複雜 對嗎 那你暢外匯 可能又有 多少錢不行 多少錢不行 記住你 多少時候入 這麼麻煩 我今年不如不來 這樣 所以你看到這麼少 內地客來香港 另外 這個 顧能Garner 亦在19日做了調查報告 去年的全球晶片營收 只是比前年增加了1.1% 雖然去到接近6千億美金 2021年增長了26.3% 所以你看到今年的 那些 即是2002年那些晶片股 是這個原因 今天 在今天的星期五 突然間全馬雲 現身香港 見一些重量級的財經界 但是沒有細節 即是見誰沒有 有沒有相片 沒有 什麼都沒有 那在哪張報紙裡說 就是在經濟日報 我通常習慣 我不是故意的 我通常習慣 就是看三張至四張報紙 我只是在經濟中看到 所有 譬如說 星島 明報 讀媒 其他那幾間 是即時的 我都看不到 所以這個新聞 未必是真的 我不是挑戰經濟 我只不過是說 未必是真的 即是我不知道 大家知道他的縮小在哪裏 因為你什麼都沒有 還有只有你一個媒體去報道 星島都沒有 正常星島應該有 大家知道現在經濟是黨部 當然有人就說 喂 可能是要頂一頂股價 我不知道 首先一樣 就是我不肯定馬雲來了香港 其他那些推測都沒有意思 是吧 直至到最尾 他先有照片 即是有照片 真的決定了 早上的新聞 但到我現在下午差不多五點 我仍未見到有媒體有同一個報道 所以可能這個未必是真事 可能就是我不知道 直至有照片我們才知道 好 摩根大通就說 美股在2023年 有機會升百分之二十 我估計其中一個最大的因素 是什麼呢 一個最大的因素 就是烏克蘭俄羅斯戰爭 這是一個最大的因素 但是暫時來說 都未知道 當然 你看上去 普京都不熬得久 但是還在熬 還在出口述 待會在美股內 我們會說這個新聞 這個我們在英文節目都說了 Netflix在上一季 其實不只是上一季 過去幾季業績都是差的 上一季的純利跌了91% 對比於一年前 它的訂閱人數 就有回升 比這個市場預期好 但是我們分析了 EBITDA是不斷地向下跌的 還有它這段時間 股價反彈了接近一倍 我想已經反映了 它的創辦人Vid Hastings Vid Hastings是62歲 它創辦Netflix的時候 就是1997年 大家都算到 它當時大約是36歲 相當年輕 創造了傳奇 我看回 當時它 喂 大哥 我忘記橫带 當時大家記得 九幾年我們是橫带 我們是看带 當時是租带 喂 忘記橫带 被人罰錢 你要把鬼火 不如我找完電影 找完電影回來 然後放上網 讓人在網上看 這樣就成立了Netflix 當然 最初都是很一般 直至有橋報師 有這個iPhone 開始就發揚光大了 我覺得Netflix是一個奇蹟 其實 Netflix是一個奇蹟 居然這樣都可以 是的 買完電影回來 然後放上網看 都可以 其實沒有什麼創作 沒有什麼創作 有什麼創作呢 Netflix沒有什麼創作 它最重要是找到伺服器 其他一些你寫了介面 最重要是網速夠快 網絡夠好就行了 我覺得他也是創造全期的 就是Witt Hasting這個人 他卸任了CEO 但他還是主席來的 中國的快递在十年增長十八倍 連續九年第一 這個一定是 因為你做電商 他不是說他賺不賺錢 他只不過是那個業務的量增長 這個一定是 因為你人多 慢慢都未必 為什麼呢 你的人口下跌 你人口下跌 特別是人口老化 人口下跌 Working population少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是一個什麼問題呢 中國問題 香港問題 等於什麼問題 等於當年的日本問題 一樣 一樣 生育少 老齡化 人口下跌 外來人下跌 Exactly 現在 中國和香港 就和當年的日本一模一樣 但現在日本就賣了這個美國人 中國現在變成獨家村 香港也變成獨家村 這個就是 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 他說 人口下跌 令到中國經濟部 日本後塵 是的 是的 你不是機器做事 你是人做事 你少了人 你創作也少了 對嗎 你少了人 你創作也少了 是吧 你不是讓機器人做的 你是人做的 你打仗也是靠人 是人想到東西 才找一些好的武器回來 才制定策略去打贏 不是那個機器自己打贏 是吧 那顆原子彈 你都要商量了 你怎樣扔下去 當然你不是亂拯 最後贏的都是人贏 機器或者武器是輔助 當然你太差就不行 當年中國就是太差 所以他都說得對 你一見到 包括香港也是 人口下跌 生育下跌 老齡化 移民 Working population 越來越少 那你哪裏有GDP 沒有的 是吧 你香港少 全世都更好調頭 你中國一大的話 更麻煩 我很記得當時朱鎔基說過 是九幾年的事 他說中國那麼大 那麼多人 每人一天吃兩頓飯 來頭爆 那麼中國的半導體 終於有些消息了 有大基金啟動新投資 扔67億美元下去 之前說 一萬億那個 即是打住 不做 之前那些 一萬億一萬億 就打光水漂 那些人都拉光了 那幫華紅半導體擴充什麼呢 說擴充12寸的產能 真是嚴重 你想想它跟西方國家相距多遠 我不知道 可能它現在需要12寸 是吧 但是問題是 你擴充12寸的產能 通常這麼大的 可能是做一些車 或者是飛機 或者是雪櫃 或者是飛機 那些 那個半導體才這麼大 是吧 我猜是吧 這個滴滴出行 基本上已經是恢復新用戶的註冊 簡單說一句 你用到那個APP 不過 滴滴出行是有個 高部的DEPARTMENT 即是國際部門 它現在的國際部門 基本上已經收皮了 它之前 即是說要上市之前 它的國際團隊有成一千人 現在裁員裁了多少呢 裁了九百人 只剩下一百人 除了保留墨西哥 和新加坡少量人員之外 滴滴在南非、日本、俄羅斯 和中亞地區的業務 全部已經停運 你想想知道 當時中國多大手大腳 全部請人 我要全世界都有滴滴 你想想那些錢去了哪裡 是嗎 說扔那些美金出去 好像不用錢 是啊 當時中國是 過去幾年 是很大手大腳的 是現在因為乾塘 所以讓人都沒有 你想想滴滴出行 你是打車的 你一做發展的時候去到哪裡 墨西哥、新加坡 南非、日本、俄羅斯、中亞 那些地方 一去,全世界都去了 可以 你要錢 十億美金 五千萬 十億五千萬 好像派派一樣 那有什麼辦法 錢都沒有了 台灣的電動車製造商 高高羅 已經和印度的馬哈拉斯特拉邦 說很難讀的名字 以及汽車系統供應商 Bell Rice 建立夥伴能源關係 正常的 這些一定要闖出去 你看看香港錢什麼 你看看香港錢什麼 還是吃老本 地產、股票 香港還是吃老本 最重要是賣地 你有沒有聽過 有什麼科技的事情出現 其實你說電動車 它現在做這個 汽車系統和電池 已經不是什麼新科技 你看看它是做一些電池交換站 你看看香港電動車 基本上 有 但落後於全世界 一年 我朋友 我在Patreon都說 我朋友在美國開 開特斯拉 是在疫情之前 19年初 他來香港和我們喝茶的時候說的 他當時已經開特斯拉 即是Model 3 你想想現在香港有多少電動車 有 很少 又剛撞車 撞了女人 飛了十多米 是嗎 所有這個產業鏈 即使是起飛 這也好 跟你在香港也沒有關係 跟你在香港也沒有關係 中國已經有這麼多電動車 歐洲很多 歐洲、德國、英國 很多電動車 美國也不用說 其實是 是你香港落後到這樣 香港有多少電動車 有多少電動車充電站 少之又少 究竟你的政府在做什麼呢 中國的工業增加產值 終於好一點 已經是之前連續三個月跌了 上個月增加了1.3% 是對比前一年 其實你說如果增加1.3% 差不多是沒有增加 因為之前是起碼4-5% 最起碼4-5% 你1.3% 其實差不多是到頭下跌 美國的勞工數據是保持強勁的 厲害 我們一直說 這個 新領失業救濟金人數 不是之前有24萬 22萬 或者21萬 19萬 是 優於市場預期的21.4萬 上一個月是20.5萬 即是說 失業的人數是一直在少 美國超過一半的打工仔 較年輕那一族 即是二十多歲 到三十多歲 特別是做IT科技那些 都打算在今年2023年 即是轉工 轉工來做甚麼呢 就是 要求多些工資 那你說是否個個都是 不是 一部分如果是上了年紀的 或者他們做的工種 是容易被人代替的話 就怕被人解僱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即是說 你如果是年輕的 他年輕的 他不怕 我們之前年輕的也不怕 那不做的就扔在家裡 沒有負擔 那如果他懂得IT 懂得寫program 有些科技成份 那些更加不怕沒有人請 所以你看到現在 美國基本上都是走向科技 中國香港仍然都是地產 地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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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地賣樓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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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仍然是OEM 仍然是世界工廠 那就死定了 好 全球包括幾大的科技巨頭 我們說 微軟也刺人 雖然暫時刺一萬個 但有一個是沒有刺人的 那個就是蘋果 但蘋果是否沒有請到多人呢 不是 但蘋果在過去兩年 其實已經放慢了招聘步伐 在去年的九月 蘋果總共有16.4萬員工 但對比2021年 只是增加了6.5% 即是只有一萬個 還有他在2020 即是前年的時候 他的招聘已經放慢了 所以你看到Tim Cook 是橫視有做市場調查的 他看到形勢和iPhone的銷售 他是放慢了家人請人的步伐 你看到這個是名字 唯獨差不多只有他一個 巴菲特的例外 他那些很少人 只有他一個科技巨頭 基本上是沒有解僱人 連Microsoft也要解僱一萬人 香港的失業率跌至3.5% 我們之前已經說過 因為你的基數少了 因為你的基數少了 好像是連跌8個月 你看下面 香港的勞動人口 與2019年底相比 減少了18萬人 即是代表什麼 即是移民的 勞動人口 不是老人家 不是年輕人 好了 移民這一群 通常一帶多少 一帶二 一條小孩 加上太太 那你將這筆數 大概乘2.5% 即是四十多萬便是對 所以這個數應該是對的 這個數應該是對的 那問題就是 香港的勞動人口 越來越少 年輕人又越來越少 老人家又越來越多 那你沒得搞的 對不對 問題就在這裏 中國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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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ter的廣告業務收入 即大跌百分之四十 已經被五百多個 即是 它叫什麼 廣告巨頭 杯葛就不下廣告 基本上都很麻煩 我在前幾天看到 好像塔利班都開了Twitter 和加了一剔 是的 塔利班都國際化 是的 塔利班 哈哈 你聊聊那個 隨時是塔利班 你就死定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 Twitter和Facebook 那些不能鬥 是的 那些廣告已經轉走了 好了 這個就要說 蘋果在今年的第一批新機 第一批新機 就是這個 M2 Pro版的MacBook Pro M2 Max 即是它的Processor 的MacBook Pro M2版的Mac Mini 和M2 Pro版的Mac Mini 簡單說一句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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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 M2 Pro版的MacBook Pro 是12核心的CPU 是19核心 那麼厲害 以及高達32GB的Fresh memory 另外M2 Max的M2 Pro功能 GPU是38核心 記憶體 有96GB 在繪圖方面 無人能出其由 只是CPU 都比上一代的M1 Pro 20%至30% 另外一個厲害 當然是價錢 MacBook Pro的售價 15,999 M2 Max的售價 是24,499 這些都不用與我 因為我都買不起 基本上 它說是19,999 你買下就差不多 18,9 港就24,000 買下就28,000 大家現在最新 香港的 你的SIM卡要實名制 就是號碼 你的登記號碼 例如134567 電話號碼要實名制 其實現在外國已經用了eSIM卡 已經用了eSIM卡 蘋果iPhone14 在美國已經有eSIM的版本 現在他們看到 Android 都開始測試 最少兩款eSIM的傳輸功能 簡單說一句 只不過 電話本身 已經可以接收到 電話本身就可以接收到 基本上是不需要這張閃卡 電話已經有這個功能 只不過一件事 即是那張eSIM卡的資料 就在一個雲端裡面 簡單說一句 即是類似一個QR Code的物體 去識別你 所以你說什麼實名制 其實它可不可以 可以 譬如說我要用電子SIM卡 它硬在網絡供應商裡面 要你拿一個QR Code 一定要你實名制 其實根本上現在慢慢 就連一張SIM卡都不需要 現在它在研究什麼呢 研究就是 實體的SIM卡的資料 傳送給電子SIM卡 或者電子SIM卡的資料 過給電子SIM卡 現在已經在做這件事 所以在美國 它不是說 SIM卡實名制 它連一張SIM卡都沒有 正在開發 你看到 iPhone14在美國 已經在出售 純一SIM的版本 就是這麼簡單 但香港可不可以 繞過了它的實名制 是不行的 因為香港的網絡供應商 一定要你登記 一定要你實名登記 你如果超過一個 我不讓你登記 就是這樣 實際上是不需要的 你一個人登記十張SIM卡都可以 它硬要你拿名 就是這麼簡單 實際上來說 譬如現在 它根本上拿不到你的SIM卡 你根本就沒有SIM卡 你在手機裡面 你一按鍵 可能 所有記錄都沒有 但暫時來說 未必 因為你有網絡供應商 它抓住電訊營科 自然就知道 自然就查到你 其實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這樣 好了 我們曾經說過很多次 關於英國罷工 特別在我們的收費版 我們說過很多次 其實現在的罷工工潮 我剛剛才看到 有一個香港過了去英國的Youtuber 就說它去急証室 是等了八個小時 但其實你在香港也要等八個小時 基本上 我們看到它現在形光幕說的 就是英國的鐵路罷工 是導致英國有96億的損失 這是港幣 英鎊大約是9至10億左右 但是這個問題是很難談下去 很難去解決 為什麼呢 難解決的原因就是 因為你的要求加薪是很高的 譬如醫護的 你是19%多 很多一要加薪就雙位數 現在的情況如何加呢 是否才對 大家看到救護車服務 有過千人罷工 每個都是加薪問題 其實現在它不只是說 就是油證 巴士 鐵路 醫護 其他 譬如說社工 基本上很多政府的部門 都是 你可以說它是有罪罷工 但怎樣也好 有罪罷工都是有inconvenience 產生的 你看到它下面 WELLS就說 救護人員警告 救護車服務長期延伍 有病人要等26個小時才能夠入獄 那你可以叫新衛城怎樣呢 怎樣加 但問題就是 醫護的確是 坦白說 過去幾年是很辛苦的 真的 是很辛苦的 你做醫護差不多死了 疫情也沒有加薪 之前也沒有加薪 之前加了1% 好像加了1-2% 一至19.2% 追上通脹 但又怎樣加給你呢 我現在都不懂 現在是 好了 這就是剛才我們說的俄烏戰爭的問題 你現在看到北約 北約有美國 北約是軍事的 北約是軍事的 西方國家都不能搞的 其實你看到 我今天看到馬克龍想著 四月又去見中國 談這個中美貿易的問題 中美貿易你坐在那裡看得 什麼時候輪到你出聲 德國去了 那又如何 德國總理和整班德國的商家人 過了 那又如何呢 是吧 你能不能夠讓中國做 你不行 這個更神奇 德國召開會議 就說 烏克蘭要求西方供應重型坦克 但是德國就說 美國先供應 然後我們才供應 美國人在那邊 大佬 打仗打起來的時候 先打倒你 不是先打倒美國人 對不對 所以我向來對歐盟 是完全沒有好感的 整個歐盟一盤散沙 各有各 各自盤算 那怎麼辦呢 這個我們先說了 我們之前有說過 就是我們剛剛說馬克龍 提出退休金改革計劃 退休年齡 由之前的62歲 延長到64歲 我之前 上一兩個星期說 我說一定大鑊 結果一致反對 鐵路學校煉油廠 星期四 即前兩天 全面罷工 公共交通嚴重停牌 一定是 肯定 哇大佬 你延長兩年 你延長兩年的時候 即是 夠鐘拿的 又再延長兩年 是吧 我怎知道你做什麼 對不對 所以沒得搞 其實 你歐洲 我對歐洲是很沒好感的 你說美國人雖然衰 起碼一樣東西 他都是維持統一的政策 你看歐盟 各自為政 各個都不同的 發覺馬克龍之前跟著肥婆 現在德國人不太騷擾他 他自己閃來閃去 我也不知道他做什麼 好了 這個是剛剛在星期五最新的 這個俄羅斯 我估計是普京後面說 就說 李北約不要那麼得意 如果我們俄羅斯今次輸的話 我出核彈 看起來就沒什麼人怕他 因為如果你真的要出核彈的話 老祖你就出了 對不對 還有一樣東西 你能不能夠出核彈呢 但大家記住 你千萬不要指望美國 你千萬不要指望歐洲 看看美國怎麼做 如果小型的核爆 可能美國會容許 如果他 一出一些小型的核 即核武器的話 可能全球的市場都會震散 不出奇的 因為他死的 如果大家 我們之前也說過 普京如果一輸就是死的 他不能輸 不可以的 要不他就先死 要不他就先死 要不如果他輸 即是死 一定死的 所以他有機會 當然你說 是否這麼容易 俄羅斯給他出核彈 都未必 但這個機會 就未必是零 所以大家都是要小心 投資的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看看有沒有新的新聞 沒有什麼新的新聞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Youtube投資筆記 一月份的收費版 大家最好訂閱二月份 因為一月份 農曆年就沒有 然後再出兩至三期便完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訂閱二月份 希望大家可以免費訂閱我們的 Youtube 英文財經頻道 US.marketweekly 連結就在下面 我們的網址 香港與環球投資日節 講了WD40的上集 過完這個年假之後 就會講下集 和說SuperDry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 好 我們兩類型的收費項目 我就不重複了 大家看看螢光幕 有我們的銀行帳戶 轉數快電郵和PayPal帳戶 大家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Youtube下 可以電郵給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就可以 好了 今年的 不是今個星期 今年的農曆年之前 這個農曆年之前的所有節目 都完成了 多謝大家收看 今天已經是周末 也是年三十 再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進步 星期一和星期三 已經放了正經短打上去 然後星期四 假期之後 再和大家做香港財經校 好嗎 Patreon方面應該沒問題 Patreon方面 可以錄上去 是OK的 好了 再祝大家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 拜拜